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咱们都可以听得到 就是概率论主要是研究不确定性的一个数学框架 它不仅提供了量化不确定性的方法 也提供了导出新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声明 所以咱们要学习这个概率论 因为在咱们的机器学习中 咱们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它都不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它都存在着一个偶然性 所以这就是咱们学习概率论的一个方法 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就比如说咱们的机器推测中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贝耶斯就是很大程度上积蓄概率论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 它可能是不完全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统计 如果举个例子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想统计我们整个学校 我们整个学校男生和女生的平均身高的话 那么我们最直观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要调查到我们统计 我们要调查我们这个学校 所有的男生和所有的女生的身高 但是当我们这个学校很大 样不量很多的时候 这可能是很难实现的 或者说实现起来可能比较费力 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对一个班的学生进行抽象调研呀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班的学生的平均身高 去近似整个学校的平均身高 那这样的近似肯定是有偏差的 基于这个不完全调研 然后它产生的偏差 我们就要探究如何才能通过更好的样本 也就是说一个班的男生女生的平均身高 去近似整个学校的男生女生的平均身高 此时我们就要运用到我们概率论的知识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概率论 学习概率论之前 咱们需要认识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是随机变量嘛 它有随机性 然后它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变量 就是比如变量X它是不同的 咱们日常生活中数学中长的变量 比如说是5 我们确定了它就取5 那么咱们在概率论中的变量 它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它只能说我有很大的可能性取5 比如说我有90%的可能性取5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它是描述了一个分布 它描述的是 描述的是一个分布状态 如果说我有5%的可能性取5 这个变量X有5%的可能性取5 有5%的可能性取5 1%的可能性取1 那是不是你要说的一个分布啊 也就是说假设我有两撮数 然后它有可能落在这 也有可能落在这 是吧 它落的是不规律的 这可能就是咱们有点点表示 点点点点点点 然后在外界就很稀疏了 5就是这个圆心 我取5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吧 咱们的随机变量描述的是一个分布 一个数据的分布 数据到底取几的可能性 然后随机变量也是有分类的 它分为离散性随机变量 和连续性随机变量 大家刚才看到有人说看不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得了 我就直接往下讲了 然后咱们刚才讲到了 咱们的随机变量是 它有分类的 分为离散性随机变量 和连续性随机变量 而且咱们的随机变量 它描述的是一个概率分布 那我们首先就来认识一下 什么是概率分布 它是描述随机变量 或一蹴随机变量 注意了 随机变量 或者是一蹴随机变量 在每一个可能取到的状态的 可能性的大小 就是咱们的概率分布 比如说咱们的fx 它取5的可能性是90% 那其中x就是随机变量 那f它就是一个概率分布 咱们都刚才都说了 咱们的随机变量 是有离散性的和连续性的 那么我们的概率分布 也同样分为两种类型 离散性随机变量和 离散性的 对应离散性随机变量的 概率分布 叫概率质量函数 以及对应 对应 对应连续性 离散性随机变量的 一个概率分布 叫概率密度函数 咱们接下来分别来认识一下 离散性随机变量 及概率质量函数 以及连续性随机变量 及概率密度函数 对于离散性随机变量 离散咱们都可以很好的理解 就是离散嘛 就是 就是 就是一 比如说取一五 四三二 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 也就是说 离散性随机变量 取到的是一个一个的点 它就是离散性随机变量 离散性随机变量 它的概率质量函数 它可以用P表示 它用一个函数P表示 然后它的字变量 就是一个随机变量X 然后当P 当X等于X1 在前面写个P 它等于0的时候 表达的是 它取到X1 也就是说 X取到X1的可能性很小 而PX等于X1 如果等于1的话 或者接近于1的话 它表达的是 我这个随机变量取到X1 这个数值的可能性极大 很大 这概率质量函数 前面提到的P 就是P X等于X1 这是一个对于单变量的概率分布的一个表达 就是单变量的概率质量函数 可能有小伙伴会问了 如果我不仅有一个变量 我有两个变量怎么办 比如说我不仅有X 我还有Y呢 那我怎么办呢 此时我们有解决的办法 我们就有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它描述的是多个变量的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描述的是X等于X1 同时Y也要等于Y1 这样的一个分布 它可能性是5 也可能是10 这样的一个数值 咱们的概率质量函数 就是咱们的P 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首先是P的定义与P的定义与P 必须是X所有可能状态的集合 这个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 我的P 它必须对所有的X都能起作用 你看如果假设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咱们的X 它的曲折范围是1234 那假设P的定义与P只能是123 那我作用不到4了 我就没有办法看到4的概率分布了 那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咱们的概率质量函数 它必须是 它的定义与P必须是X所有的可能状态的集合 并且还有第二个性质 就是说对于任意一个X1 它属于X 也就是说属于X的所有可能的状态 它的状态集 然后都有这么一个性质 就是说PX它是在0到1这个区间内的 如果PX等于0的话 它表达的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为0 这是不可能事件 然后如果PX是等于1的话 它能够确保这个事件 比如说X等于X1 它一定是能够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概率 就是确定性事件 这个叫不可能性事件 在确定性事件和不可能事件之间都叫随机事件 比如说昨天 我们都知道昨天没下雨 在北京昨天没下雨 或者说在上海昨天没下雨 那我们就知道了它已经没有下雨 那我们就可以说确定事件 假如说上海昨天没有下雨 那我们知道昨天上海没下雨 那我说上海昨天没下雨 那就是一个确定性事件 确定性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就是1 然后如果上海没下雨 我说上海昨天下雨了 它就是一个不可能事件 它发生的概率为0 但是明天上海有可能下雨 也有可能不下雨 谁知道呢 所以它们中间的就叫一个随机事件 并且概率质量函数还满足另外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对于X I属于X这个集合内的所有的XI PX等于XI 它一定是等于1的 什么意思呢 对于一个随机变量 假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随机变量 X它取到了1234这四个数值 那它这个X或者取1或者取2或者取3或者取4 没有其他的意外了 所以此时我们就说 PX等于1加上PX等于1加上PX等于3再加上一个PX等于4 它一定是一个1 就是说它只能取这四个数值 它不能取其他的了 假设PX1它是等于50%的 这个是等于20%的 这个同样是等于20%的 PX等于4是等于10%的 那它加起来一定得是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概念 假如说上海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 假设它下雨的可能性是70% 它不下雨的可能性是30% 那上海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 它没有中间的 没有第三种可能了 所以咱们要想描述上海到底明天下不下雨这么一个事件 咱们的概率质量函数必须得满足这么一个性质 就是规划性质 咱们的概率质量函数 它加起来 它在所有的事件 它的概率加起来必须是唯一的 这样的话 它唯一能够保证什么呀 能够保证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小于一的 是小于等于一的 是不能 这样还要加一个等于 是不能超过于一的 咱不能说有200%的可能性上海明天下雨 咱们可能日常生活中这样说话 但是这是在严谨的概率论中 它是不可能发生的 接下来咱们就举个例子 咱们举一个离散情随机变量概率质量还是的例子 假如说我有一个随机变量X 它是一个均匀分布的 均匀分布的 也就是说它取所有的变量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 假如说我的X它有K种不同的取值 有K种不同的取值 那么我们的概率质量函数 PX等于X1 它应该是不是等于K分之一 我们再具体一点 X假如说是1234 它又是均匀分布的 那你说PX等于1 它是不是就等于四分之一 就四个变量 只有四个变量 那PX1等于四分之一 PX2 PX等于3 PX等于4 是不是同样都是一个四分之一 这就是均匀分布的一个例子 同样咱们刚才 咱们刚才提到了均匀分布的 咱们对于一个概率质量函数 对于一个一三形词机变量 咱们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性质 就是XI属于 X 那PXI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1 那你看对于我这个均匀分布的这么一个随机变量 X可以取到X1 X2 一直到XK 那是不是所有的PX等于XI 它都是等于K分之一 那我在前面C个 X它是不是 XI是不是有K种不同的曲值 这是K种不同的曲值 那我K个 K个 X K个K分之一 我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1 K个K分之一加起来 是不是就1 然后咱们具体一点 对于咱们这个例子 那它总共有四种曲值 那它等于1 它等于2 它等于3 以及它等于4 是不是加起来 是等于1 微一化的一个性质 而且它所有的一个曲值 它的概率质量函数 都是小于等于1的 也就是说横小于等于1这个性质 咱们讲完了 对于离散性质机变量 以及离散性质机变量 它的概率质量函数 那么对于连续性质机变量 咱们也同样定义了 一个类似于 概率质量函数的东西 叫做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 咱们首先来认识一下 什么叫连续性质机变量 刚才我讲离散性质机变量的时候 我最常用的例子就是x等于1234 你看都是离散的是吧 一个一个单崩的 那如果我现在的变量我变了 变新了哈 然后变成了一个在1到4这个区间上 随意取值的这样一个变量 1到4这个区间上 我可以随意取值 落在哪里都不确定的 都可以的 1到4这个区间上 落在哪里都可以的 这样一个变量 是不是就连续性随机变量呀 连续性随机变量 我同样定义了一个概率密度函数 描述的是这个随机变量的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我的函数同样也用p表达 然后随机变量同样用x表达 对于连续性随机变量 我们单变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表达就是px等于x1 如果有多个变量的话 我们也同样可以表达就是联合概率分布 就是px等于x1 以及y等于ye 就是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它同样是用来表达多个变量的 类似于离散性随机变量的概率质量函数 然后在连续性随机变量里面 我们的概率密度函数 它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p的定域 必须是x所有可能状态的集合 刚才讲到了 就是p必须把x所有的可能状态都覆盖 如果不能覆盖的话 那是不是有的变量我就不知道它的概率分布了 所以此时的p 此时的概率密度函数 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概率密度函数 同样的对于第二点来说 任一个变量px1属于x 属于我们这个离散性随机变量的取值空间 它都要满足px大于等于1 但是它不要求 但是并不要求px是小于等于1的 这是一个联系性随机变量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还有满足一个规划的性质 也就是说假如说对于 刚才定义的咱们这个1到4这个空间 那是不是所有的可能的取值 我给它求一个积分 我给它求一个积分 求一个积分 1到4的积分 那px dx 是不是都要等于1啊 都要满足规一化的一个性质 咱们比较一下离散性和连续性随机变量 概率密度函数ps不直接给出特定状态的概率 这就是刚才我的连续性随机变量 我的概率质量函数是直接给出了特定状态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我px就直接给出来了x等于1的这样一个概率是四分之一 但是概率密度函数px 概率密度函数 它就不直接给出特定状态的概率 它只给定落在区间为达到x的无限小的区间的概率 的概率 比如说这是1到4 还同样是1到4 我只给出比如2的这一个达到空间 达到x这个无限小的空间内的一个概率 只给出px达到x这么一个概率 第三点是通过概率密度函数求积分 可以获得点击的真实的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达到x这个区间求积分 获得它在这个达到x小空间内的真实分布 然后x落在区间 ab的概率是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假如说 假如说ab是它的定义域 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形式 假如说x定义在ab这个空间内的 这个区间内的 它就是x落在ab区间内的概率 就可以通过这样去调达对于ab区间求积分 px dx等于这样的形式 咱们同样是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咱们均匀分布最好做了 咱们还是拿均匀分布 拿软柿子捏 咱们取一个均匀分布的例子 假如说 我还同样是1到4这个空间 我告诉你 我扔一个 我扔一个小球 这是咱们的一个很小的小球 我扔在1到4这个区间内的所有的地方的概率是一样的 那么你说 那么咱们大家说 咱们此时的概率质量函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此时的概率力度函数 是不是就应该是 4减去1 应该是1三分之1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咱们就可以说 咱们此时 咱们这个变量X 就是服从咱们在区间1到4上 均匀分布的这样一个性质 它在区间1到4上的 1到4上的一个概率 我们也可以通过 对于咱们的1到4这个区间 求积分来获取 大家注意哈 你看咱们这些概率密度函数和概率质量函数 离散型和连续型的区别哈 这个是连续型的 然后这边是离散型的 我离散型也可以同样表达 X等于X1的一个概率 我可能也是三分之一 但是要注意哈 这个三分之一跟这个三分之一区别可大了哈 这个三分之一就是说 X取到X1这个可能性就是三分之一 但是对于连续型的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不能说我落在任一个点 比如说 它是在1到4上是一个均匀分布的 它可能取1.2 也可能取1.3 我不能说它取1.2 1.3的概率都是三分之一 它有无穷多个这样的点 无穷多个这样的点 我不能说 它在取某一个特定点的概率是多少 在连续型随机变量中 这是不可以的 不能说取特定点的一个概率是多少 咱们讲完了连续型随机变量和离散性随机变量 以及它分别对应的概率质量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边缘概率 首先咱们认识一下什么是边缘概率 就是已知一个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 求子极的概率分布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这样说的 我已知随机变量X和Y 并且知道它的联合概率分布是PXY 那么当我已知X 比如说我已知Y是一个确定的值的时候 那我想求P 我已知Y是一个确定的值 它是多少 然后我就想求PX等于X小X1 它的一个概率是多少 怎么讲呢 假设X是取值1,2,3的 Y是取值4,5,6的 我现在已知的是PX等于X1 Y等于Y1 这样的一个分布是9分之1 那我现在想求的是PX等于X1 它的概率是多少呀 怎么做呢 我已知一个 一组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 求子极的概率分布 我怎么做呢 就按照这个公式来 就这样做 我们只需要写成Y PX等于X1 Y就等于Yi 这要写成Yi 我们知道 Yi它有三种可能的取值的 假设每一种都是均匀分布的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PX等于X1 Y等于4 它的一个概率 加上PX等于X1 Y等于5的一个概率 再加上PX等于X1 Y等于6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咱们以知 咱们通过咱们的联合概率分布 以知 这里的每一项都是九分之一的 所以三个九分之一相加 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呀 所以我们就求出来了 一个边缘概率分布 PX等于XI的一个边缘概率分布 就是三分之一 离散情呢 咱们同样也可以这么做 咱们就不展开讲了 名字很有意思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边缘概率分布 假如说 我是这样的一个 离散连续的空间 然后这是X所有的可能曲折 Y所有的可能性曲折 当我把它联合在一块的时候 我是不是描述的是 它们任意的变量落在这个 这个小方框内的概率的分布啊 但是 当我的Y确定 或者说我不考虑Y这一轴的时候 我把Y这一轴去掉 我硬生生的把一个二维的平面 变成一个一维的一个线段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把它挤到了边上啊 挤到了X轴的这个边边上 那是不是此时的分布 就是一个边缘分布啊 也就是说想想这个感觉 我从一个大的面 大的这么一个面 硬生生的把它的分布 挤到了这个边边上 就是边缘概率分布啊 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条件概率分布 条件概率分布是这样说的哈 给定X等于X1 Y等于Y1发生的概率为 PY等于Y1 在X等于X1的情况下 就是Gavin Gavin 给定Y等于Y1 当我GavinX等于X1的时候 我要求Y等于Y1的概率 我怎么求呢 别怕 我有这么一个公式 这公式怎么说的呢 这个公式说的是 在给定X等于X1的时候 Y等于Y1的概率 它就是等于这样的 等于它们的联合概率 X和Y的联合概率 除以它的边缘概率 这个怎么理解呢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X它同样是取123 Y我同样给它取456 当我给定X的时候 当我给定X的时候 假如说我X是给定了 就是1 你Y随便取吧 你Y的分布到底是咋样的 我想看看你这Y的分布是咋样的 那怎么看呢 那我们就想了 当我给定X等于1的时候 Y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那是不是就等价于 等价于什么呢 就等价于我Y等于YR X让它横等于1 然后P让它 X让它等于1 这样的一个概率 我们不妨试着想一下 试着想一下 X和Y它是有9种可能的组合 也就是说它的联合概率分布 是有9种可能的组合 咱们相互连起来 是不是9种可能的组合 连很多线 那当我X一旦确定的时候 X一旦确定为1的时候 我一旦把X确定为1了 那Y的值 是不是 是不是我为Y的分布 是不是相当于 我把所有的可能的取值 空间给压缩了 我相当于我X 本来是1和456 2和456 3和456 分别是相互连通的 那我一旦X确定了 我是不是把2和3和456的 连通线路去掉了呀 连通线路一旦去掉了 那我的分布是不是只有 我的可能的取值 是不是就压缩了 只变成了1和4的组合 1和5的组合和1和6的组合呀 所以此时就是一个条件概率分布的概念 就是在给定 在给问一个X的时候 在求Y的一个分布 条件概率分布还有一个练习法则 练习法则也比较复杂了 你看我刚才给定的是 给问X的时候 求Y的概率 那当我 当我变量 当我的联合概率分布 不只有两个变量 我有很多很多变量的时候 那么存在有什么关系啊 通过我们刚才的 刚才的条件概率分布 我们可以知道 我翻的比较快啊 你看 咱们就看刚才的这个式子 刚才咱们给的这个式子 我再下一页写一下哈 咱们对于两个变量的时候 Y等于Yi X等于Xi 此时是PX等于Xi 然后联合概率分布 Y等于Yi X等于Xi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 PY等于Yi X等于Xi 它是不是满足 PX等于Xi PY等于Yi GivenX等于Xi 这样一个关系是吧 这就是一个对于两个变量的时候 我的一个练习法则 也就是说 我的联合概率分布啊 它是等于我的条件概率分布 以及它的边缘概率分布 它的成绩的 那当我的变量 有两个推广到N个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同样满足这样一个关系啊 也就是说 我第一个变量 它的边缘分布 乘以在Given第一个变量的时候 第二个变量 它的一个条件分布 以及在Given 第一和二个变量的时候 它的第三个变量的联合条件概率分布 它们这样的一个成绩啊 我给大家写一下 如果是三个变量的时候 咱们的练习法则长什么样啊 也就是说 它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哈 咱们不妨来推倒一下 看三个变量的练习法则 是不是满足这个关系哈 咱们还拿 势子剪软的捏吧 首先来看这个 咱们根据咱们刚才那个势子 根据咱们给的这个势子 咱们是不是知道 它是不是就等于一个 联合概率分布啊 X1和X2的联合概率分布是吧 那如果我把联合概率分布 X1和X2看这个整体换成大X 那我PX3 后面是不是也换成大X了 大X这种形式 是不是也满足咱们这个 条件概率分布啊 所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PX3大X的形式 但是咱们又知道了 大X其实就是X1和X2是吧 那你看 练习法则的左右 是不是相等的呀 跟这边是不是相等的 所以这就是咱们练习法则的 一个求道 这个练习法则在 在 在贝叶斯公式里面 用处特别广泛 到咱们讲贝叶斯公式的时候 我也会给大家反复强调 咱们的练习法则的 练习法则的 这是一个推导 我刚才上一页slash的时候 我已经给大家推导过了 当有三个变量的时候 它还满足这一面的关系 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 就想两个变量 我把它俩看成一个整体 想我只有 我把B和C看成一个整体 就想咱们的两个变量的时候 一个练习法则 两个变量的时候 练习法则是不是XY 就等于 就等于 一个条件分布 乘以一个边缘分布 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两个变量的时候 三个变量的时候 这是一个推导的形式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我把后面的这个 进一步展开的时候 它都是一些推导法则 很简单 咱就过一下 咱们接下来讲 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两个随机变量XY 如果它们的概率分布 可以表示成 两个因子的成绩的形式 并且一个因子 只包含另一个因子 并且一个因子 只包含X 另一个因子只包含Y 我们就称 这两个随机变量 是相互独立的 咱举个例子 就说这么两个变量 如果它们的联合概率分布 是等于 这样的形式的 因为它俩相互独立的 什么叫相互独立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咱们生活中 什么和什么是不相关的呢 比如说一个 一个姑娘 她今天心情的好坏 是和 她可能不关心政治 是和特朗普 对中国的制裁政策 是完全不相关的 不受这个心情的影响 那我就可以说 她俩是完全独立的 咱举个例子 姑娘今天的心情好 咱们用X1表达 然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政策 咱们用Y1表达 她们两个完全不受影响 假设姑娘今天心情好的概率是1% 美国对中国是否有制裁政策的概率是1% 他们分别的分布 就是说这个分布 是1% 假设是这样的 这个是1% 这个是1% 那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呀 表达的是 如果我已知姑娘今天心情好的概率是1% 美国对中国无制裁政策的概率是1% 那姑娘今天心情又好 美国对中国今天又没有制裁 那么这个概率就是1% 去表达这么一个关系 随机变量 它的条件独立性 随机变量 刚才我讲的是随机变量独立性 条件独立性 条件 刚才咱们讲过了 条件无非就是givin 当我出现一个givinz的形式的时候 它的一个分布 同样的就是xy 它的联合分布是 它联合的分布 在givinz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在z必须等于这个花体的z 等于zi的时候 它的一个分布是这样的 那我当把它拆开 如果它是独立的话 那我也可以拆成这种形式 那刚才的例子 姑娘心情好 姑娘心情好 概率是x等于x1 x等于x1吧 美国对中国无制裁 它是y等于y等于y1 那什么条件呢 我随便给一个条件 给的条件是 给的什么条件呢 给的是今天的天气好 他们在今天天气好的情况下 姑娘心情好 然后美国对中国无制裁 今天天气好的情况下 姑娘心情好 美国对中国无制裁 这么一个联合的分布 它就等于 今天天气好 姑娘心情好的概率 呈上今天天气好 美国对中国无制裁的一个概率 这就是条件独立性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会讲三个 对于随机变量 它的一个统计特征 随机变量 你看随机变量是 假如说是1234 我可以随意取 可以取到1234 那我随机变量 我想我想描述一下 这个随机变量 我想用一个数值 一个简单的数值 去描述咱们这个随机变量 那怎么去描述呢 你看我现在有四个数呢 我到底哪一个去 才是它的 才能真正反映它的特征啊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期望的概念 期望就是说 当我的分布确定的时候 x它的一个平均的值 怎么求呢 假如说我这要是一个 这个这样的分布 取1的可能性是1分 取2的可能性是1分 取3的可能性是1分 取4的可能性也是1分 那我这个期望 x的期望 fx等于什么呀 就等于1乘以一个 它的分布的概率 加上2 乘以取到它的一个概率 加上3乘以取到它的概率 以及加上4乘以取到它的概率 就分别是2分之1加上2分之1加上8分之3 再加上一个8分之4 也是一个2分之1 那这样求出来的结果就应该是 1加1这是1 这是0.5 这是0.357 0.375 就是1.875 好 这就是随机变量 这下面给出了随机变量一个形式化的定义 就是0.3性随机变量 它的期望的形式化的定义 下面给出来的是 连续性随机变量 它的期望的一个形式化的定义 事例我刚才已经举过了 咱们就不再举了 方差 方差是对于x 他刚才那个期望描述的它是均值 然后方差描述的是 这个数它会呈现的差异 咱们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期望的公式是 它的方差的计算公式是 用随机变量 然后减去随机变量的一个均值 也就是说它的期望 然后再求一个它的 再给它平方 之所以平方的原因是为了获取一个正值 然后再求这个平方的期望 还拿刚才那个举例吧 咱简单一点可以吧 简单一点 假如说我随机变量x 只能取到123 然后我取1的概率是1分之1 取3的概率也是1分之1 取2的概率是1分之1 那我首先给它取有一个期望 取有一个x的期望 就是1乘以1分之1 加上2乘以1分之1 再加上3乘以4分之1 那这样的结果就应该得到是 1得到2是吧 这就是它的期望 那我的方差怎么求呢 我方差这样求的 方差 首先我对于每一个变量 我分别减去用数值自身减去它的一个期望 然后我再给它求个平方 对于1的话是不是就是1啊 1-2平方等于1 然后对于2的话 2-2平方 是不是等于0啊 3-2平方 然后是不是等于1啊 而它们取三者的概率 就是分别 是这个随机变量的取值的概率 分别是4分之1 2分之1 也就是4分之1 然后相当于我形成了一个新的随机变量 新的随机变量取值是101 然后它们的概率分别是4分之1 2分之1和4分之1 然后我求它的期望的话 是不是 求它的期望的话 是不是就是1乘以一个4分之1 加上0乘以一个它的2分之1 再加上1乘以它的4分之1 所以最终的答案出来了 呼一之一出 然后是1分之1出来了 好 有了期望之后 咱们有的更复杂的一个计算的 一个概念 斜方差 斜方差定义的是两个变量线性相关的强度 以及这些变量的尺度 它定义的是两个变量线性相关的强度 当咱们的斜方差 当咱们的这个斜方差是越大的时候 表示的是这两个变量它的线性相关性越强 然后当咱们的斜方差越小的时候 表示的是这两个随机变量它的线性相关性越弱 至于怎么求呢 就是这个公式给出来的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我的X是取到了123 然后我的Y是取到了456 概率也同样的是 1 4分之1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2分之1 4分之1 好 那我怎么求呢 我这么求 我首先求出来 这个变量X分布的 变量X它的一个期望 它的期望咱们刚才已经求过了 是不是就是2呀 然后Y的期望也很简单 应该就是 Y的期望是多少呀 要期望有点复杂 2分之5 加上啊 脑袋嗅住了 应该还是5哈 还是5 然后 然后咱们接着是 接着怎么做呢 接着咱们对于1 对于这一个变量1哈 然后咱给它减去一个2 然后 然后对于Y的话 咱们先取4 然后减去一个它的均值 然后咱们现在得到的是 -1乘以 -1得到的是一个1是吧 咱取到1的可能性是多大呀 取到1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PX等于1 Y等于1的这样一个概率啊 然后咱们接着对第二条 第二条 1还是 X还是同样等于1 咱变后面的Y 是不是就5-5啊 得到的是0 它对应的就是P X等于1 Y等于5的概率 是吧 同样的点点点 咱们可以写出 X等于3的时候 最后一个的时候 然后Y也让它等于最后一个 Y等于6的时候 减去5是吧 那它是不是也等于1啊 然后它的一个概率 Y等于6 这样的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这样 咱们就最后咱们应该是得到9个是吧 9个 因为123和456分别做现成组合 然后求出它对应的中间的这个数值 然后再根据咱们求到的这个数值 以及它对应的联合概率分布 然后求出它的一个 求它的期望 最终得到就是咱们的一个斜方差 最终得到就是咱们的斜方差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想求斜方差 我必须有的是它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好 这节课我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然后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已经脱糖了 7分钟了 然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吧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9点10分之前 在群里给我 在群里写一下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先 这节课就先到这 9点10分之前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在群里写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回复 趁着大家在准备问题的这段时间 我稍微总结一下 我这个讲的内容哈 这节课就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概率论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主要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了 随机变量以及两种类型的随机变量 分别是离散性随机变量和连续性随机变量 离散性随机变量 我们用概率质量函数去描述 连续性随机变量 我们用概率密度函数去描述 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了几个 几个小的概念 分别是边缘概率 条件概率 然后 条件概率的练习法则 和独立性 以及条件独立性 这五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之后我给大家 介绍了描述随机变量的 两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分别是期望方差 以及描述 以及斜方差 其中期望描述的是 数据的一个平均性特征 方差描述的是 数据的一个动荡程度的特征 而斜方差 它描述的就是 两个随机变量 它俩之间的相关程度 斜方差越大 两个随机变量相关性越大 斜方差越小 两个随机变量的相关性 也就越小 这是我上节课讲的主要的内容 大家可能也都听累了 我看到群里也没有同学提问题 如果没有提问题的话 那么咱们这节课就先上了这 再等大家一分钟 如果再没有同学提问题的话 那么咱们这节课就先上了这 咱们下一节课的话 还会继续讲概率论 然后介绍一下常用的一些概率分布 包括高速分布 包括伯努力分布 包括指数分布 这些分布 以及常用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咱们在SVM里面 咱们都有科诺 科诺的时候介绍的那些科诺相关的函数 还有一些背叶子规则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会给大家设计到一些信息论的概念 就比如说商啊 信息增益啊 然后就这些概念 而商和信息增益是那个 是那个什么 是随机森林算法的基石 也就是决策数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基石 同学有问 我们学到中后期需要到测度吗 需要用到测度吗 我不太理解测度是什么概念 是说 不好意思 我不太理解测度是什么 好 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 然后这个同学你可以 咱们可以课下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其他同学没有提问的 咱们这节课又先上了 谢谢同学们 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咱们下周六